大家好,印度一名70岁的男子,妻子呢,由于新冠病毒去世 当地聪明呢,不容许他在当地火葬,没有办法 他只好呢,用自行车,拖着老伴的尸体,想用到周围的赛河去水葬 但是呢,又没有力气控制这个自行车,在路上呢,列车带尸体摔倒了 他又没有办法扶起来,只好无助的绝望地东在路边 这个事情啊,被人放到网上以后啊,举射镇静 也惊动了警方,他们这个村子呢,离最近的城市啊,还有275公里 过来警方派了人和车啊,来帮助他继续火化 非常悲惨的故事 前几天还看到印度一个人啊,他父亲去世了啊 他在大城之路,但是呢,救护车,火葬车,调度不过来啊 那么热的天,等了好久没办法 只好用自己的车啊,把这个父亲的尸体绑在车上啊 送到这个,送去火葬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印度一向死了这么多人啊 这个火葬车根本排不过来 他们印度还是那种传统的名火葬啊 说白了就是加起残槽 用自己的尸体烧自解吧 印度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啊 各国的反应不一样啊 像美国呢,刚刚发布了禁令 下周二起呢,所有在印度停留过的啊 禁止如禁 不管是美国游客啊,外国游客啊 澳大利亚更绝啊 本国公民回到澳大利亚的话 将会面临着五年的这个图形啊 做五年的牢 面对印度这个情况啊 中国啊,有一个中央政策委的网站啊 长安在线 发了这么个帖子 另外呢,有一个公安部的一个 中国警方在线啊 官方账号也发布这么帖子啊 不过对比啊 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当然了,网民啊 混成两派 比如说有这个 复旦大利亚的省医角色啊 他是赞同的 不要招什么圣诺 外国人对中国也是这样啊 不过据我的观察 美国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啊 比如说川普时期 这叫中国病毒 但是呢,印度 不管是从他在中国的 媒体呢 还是我看一些印度的媒体 倒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啊 反而是释放了许多善意啊 我们看一下 印度大使馆啊 和印度一些艺术家的 一些一些照片 胡锡进呢 出来和悉你啊 这位官方账号啊 特别是名人啊 不应该这样 普通网宁呢 没办法 用我的话说就是 八路军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怎么办 我想还是有个基本的道德判断啊 有个人道德标准 对这种贴灾人祸 还是应该寄予同情 在这个大灾大难面前啊 其实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 尤其在这种全球化啊 各国旅行啊 交往非常密切的时代 一方有乱啊 花荒支援 即使不能支援 还是基于深切的同情吧 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在支援 尽管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 比较怪啊 政治上呢 认为他们是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 比如说对中国啊 好像有些排斥 文化上呢 他又觉得他有些优越啊 等等 好 谢谢大家 铁下又出什么事儿了